第2068集 九节七星 寄回天踏前一步 我等正是禁忆天位 你是天魔中的什么人 什么身子 报上名来 咱们兄弟手下杀得天魔固然夺了去了 却也难得杀如阁下这般人物呢 那金观天魔哈哈一笑 果然是禁忆天位当面 口气当真不小 我的名字不能告诉你 而且你也杀不了我 他沉思了一下 突然抬头 你们还是投降吧 你们如今已是前进无路 后退无门 我军集结大军围剿 高手林立 彼此战力相差悬属 你们已经没路可走了 唯一的生机呢 就是投降于我 我可以保尔等不死 而且我承诺 只要你们能够投降 过往数万年的杀戮 一臂勾销 再不追究 几回天仰天长笑 一如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随即大声道 弟兄们 在 众人整齐的一声大吼 这个魔崽子居然想让我们投降呢 哈哈哈哈 大家说说 这个笑话 说得好不好啊 说得好 真没想到啊 魔崽子居然这么有说笑话的天赋呢 就是 真人不露相啊 一时间 叫号声响成一片 那金冠天魔面色一寒 沉声说道 这绝不是玩笑 这是你们的最后生机所席 千万不要自悟 几回天听了 故作愣然 什么 不是笑话 众位兄弟 这魔崽子说他刚才说的不是笑话 怎么不是笑话呢 那又不是笑话 就是他想疯了他的心了 这些天魔都是脑残嘛 要不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了呢 简直是混账透顶嘛 能说出这种白痴话的天魔啊 想必出生的时候脑袋碰墙上了吗 顶着一脑袋豆腐这儿出生的吧 随后 众人哈哈大笑 那锦衣金冠的天魔领头者 脸色一变再变 此刻已经变得有些愤怒 竟仍能忍着没有及时爆发 他再度沉声问道 你们这到底是为何 我此次确实是一番诚意 你们为何要这么嘲笑于我呢 他的目光中留意着愤怒 纵然你们不能接受我的一番诚意 也不必如此侮辱自己的对手 你们天阙的人素质真低 放你娘的屁 燕妃大骂一声 明明就是你现在侮辱我们 现在却又到达一耙 说我们侮辱你了 你长得有那么俊吗 我们哪有那么大性质侮辱你啊 自抬身价也没有这么抬的吧 你说什么 我先侮辱你们 我哪里又侮辱你们呢 那天魔简直有些仗儿和尚 摸不着头脑 大声地争辩着 左丘运筹淡淡地笑着 眼中的神光却如同刀锋一般的锋锐 你的本意如何 与我们无关 但在你说出来 让我们投降这几个字的时候 就已经是在侮辱我们了 他挺起胸膛 大声说道 我们乃是九节兄弟 如何能够投降一族的 你若直接上了一战 不管胜死胜败 都是对我们的尊敬 可是你要我等投降于你 你居然把我们当作了 可以招降的那种人 这不是侮辱我们 又能是什么呢 那金观天魔 闻言沉默了一下 竟然露出一个释然的表情 原来如此 声音中竟然流露出了无限的惋惜的意味 若是能够让这些人类投降 全心投效 那当真是好处多处啊 除了可以继续派他们回去镇守第一桥 堆砌出一道对人族难以攻破的堡垒之外 天魔大军还可以随心所欲的偷偷的潜入到九重天阙去 但现在这个设想无疑已经变成了炮影 这些人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既然招降无望 那就只好 那天魔点点头 眼中逐渐地露出锋锐的杀鸡 一字嘴说道 说得不错 我确实不该打让你们投降的算盘 既然如此 那么 开战吧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终究没有说下去 身子突然凌空而起 急速地向后飞略 一对漆黑色的巨大翅膀 在他身上突兀地展现 随着黑色翅膀的骤线 速度更增数倍 迅速地远离左丘运头等人的攻击范围 随后只听他在空中大吼了一声 杀 权力就杀 一个不留 周遭的千万天魔同时打后 声音惊天动地 下一刻 四面八方的天魔就冲着中间围杀了过来 千万大军一起动作 那声势震莫名 地面几乎也在剧烈颤抖 所有人迅速围龙 左丘运筹一声低贺 来九级合一大阵 这一战 无论如何我们也活着冲出去 这里绝不是我等的闺处 是 一连串的答应之后 七个阵营同时成行 接连不断的声音历历地响起 九级合一大阵 七 辉煌万载 唯我九级 兄弟在侧 天下无敌 九级合一 纵横不败 一声长啸之鱼 挤回天身上金光闪闪 仗剑当心而出 八个兄弟紧随在后 九星排列之势赫然成行 首先占据了一处方位 依次为始 紧接着第三代九级兄弟九个人紧随在后 占据了另一个方位 这是九节七星阵啊 虽然还只是两个方位站定 楚阳却已经及时看了出来 不由得担心地看了过去 现在只有七代九节在一起 所以大家一起排的阵势 至多也就只能排七星阵 而且这个阵法还有一处相当致命的缺陷 要说九节七星阵本身并无疏漏 那绝对是一等一的超级阵法 连美合十之下 能够将所有战力整合之余 数以多倍的提升 只要阵势不破 阵行不乱 由阵法形成的战斗力就不会衰减 可现在的问题却在于 当下的组阵人员根本就是不够的 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九节 以及第七代第八代九节 都是完整的九个人 而他们的局部阵法 自然也都是完整的 可是 第五代九节兄弟中 少了一个五绝成 第六代九节兄弟中 少了个第五愁场 虽然只是少了两个人 却足以造成阵法的运转 出现疏漏 这两环的疏漏 注定无法弥补 九节七星阵一旦发动 除了阵势应有的威力 会大大折扣之外 还会有被敌人 承虚而入的潜在危机 对这件事 众人虽然心知肚明 却是毫无解决办法 纵然诸葛糊涂和左丘运筹 西门万里 轩辕长空那些智囊 对此硬伤也是无几可施 施展此阵虽有弊端 却也有战力提升的好处 若不施展此阵 形势势必更为 所以也就只能够硬挺着来 天魔方面的大军 已经越避越近 战局一旦启动 那就再也无法做出改变 九节七星阵虽有疏漏 却已经是九节等人 目前所有的最佳的应对手段 明知各种风险 却也只能就这么硬挺着过去 你们不需要管我们 军卫领大笑一声 只要你们能够冲出去 我等死而无憾 更何况我们虽然少一个人 却也未必便真的会死 另一边 楼文龙也豪美地大笑 哈哈哈哈 不错 可以这样吧 等等 千万要等等 楚阳连忙出声阻止 随即急声说道 清武 你去军命令那边 充当武绝城的角色 完善九节局部阵法 务必令阵型不会出现疏漏 与敌人可乘之机 莫清武一点头 红衣飘飘 身子一闪 已经到了空出来的 武绝城的那个位置上 不过众人诧异不解的目光 楚阳说道 紫大姐 第五愁上那个位置 你去不足吧 一定要确保阵势完整 紫邪情答应一声 白影飘飘 已然站到楼文楼的队伍行列中 左丘运筹等人 纵然明知道楚阳的安排 乃是好意 却仍旧忍不住一阵皱眉 这不是胡闹吗 要知道这九节七星阵 是多代九节连手合施的特异阵法 自然不是普通的战争可比 根本不是随便加一个人 就能够予以补足的 否则 左丘运筹早就出声 邀请楚阳等人助阵了 参与阵法之人 如若不是九节兄弟 根本不知道 这个大阵的运行法门 强行加入进来 不仅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反而惠令大阵从内部崩溃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那无疑会在第一时间 被敌人毁灭 当然 若是有九节建筑 在中间侧应的话 这种情况 还是有可能避免的 但现在 不仅自己这些人之中 没有九节建筑 甚至连九节都不齐全 这么贸然加入 这根本就是胡闹吗 甚至就是在网字 葬送众人的性命 更别说 这一项人中 还有九节的妹妹 紫霄天地的女儿了 万一真的出了事了 这种责任 自己等人怎么担负得起呢 纵然死落九泉 夜难明目啊 楚阳这家伙 看起来挺机灵的一个人 这会儿怎么如此鲁莽的 就发号施令呢 但众人还来不及做出进一步反应 大批的天魔已经冲了过来 无数的刀剑寒光闪亮 整齐的落下 事已至此 再想变化已经来不及了 强行变阵 只会进一步损害自家战力 一切就只好听天由命 尽力而为 冲 几回天一马当先 飞身而起 率先冲进了天魔的人群之中 就只是这一瞬间的接触 就已经有数十个天魔 及时的口喷鲜血 倒飞出去 身体四分五裂 死无全尸 寄回天出剑 但没有人看到 他的剑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又是如何杀人的 甚至连剑光都没有 但那些天魔 就那么有如被剁脚子馅一般 粉碎了出去 随着寄回天的出手 身边的一干兄弟 同样整齐动作起来 另外六大团体 也整齐地开动 六十四人 就像是一支巨大的利剑 向着天魔人群之中 一往无回地射了进去 所过之处 当真是腥风血雨 第2068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